HELLO 大家好 我是Dina 这次呢我拿到的是Nikon的J1 然后我们来unpack一下 这款J1呢是Nikon推出的一款新的微单 它有四个可更换的镜头 然后这个是镜头 送一根白色的绳子 数据线 好 这个就是J1的机身了 看一下 哦 白色的机身 还蛮好看的 然后加上镜头 镜头 白色的镜头配白色的机身 其实女生还是蛮喜欢白色的 搭配起来就跟白色iPhone一样 还蛮受欢迎的 看一下 这是镜头感 把它装起来 看 看这是那个机身里面 哎呀 镜头装上 好 这样子 这样子 J1就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性能如何 它这个 它这个镜头非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这个镜头 它是10到30毫米的镜头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有个L 它就是那个镜头的lock 就是说如果你要开机的话 开机 我们开机试一下 哎 没装好吗 等一下 好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看到它上面说明没 就是说要把它unlock 然后呢 只要把这个镜头 按住这边有一个黑色的键 按住以后 然后转 然后你就能开始拍摄了 然后你就能开始拍摄了 看到没 来一下尼康J1 发现它有很多很好玩的功能 像这个模式是摄影模式 上面一个是普通拍照模式 这个是一个就是自动拍照模式 可以帮你美化之类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Motion Snapshot 这个模式也非常好用 然后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然后看到顶端这边 这个是快门键 然后这个呢是录像的开始和中指键 这是小的开关 然后这一块呢是闪光灯 我们可以把闪光灯打开来看一下 看 这就是闪光灯 闪光灯 好 我们翻过来 然后它的选项 你看这边有一个转盘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转到电影这个模式 然后这边按Function 它就有Movie Mode 可以选择Slow Motion 还有HD Movie 然后你可以转动滑轮来选 也可以按上下键来选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Slow Motion 好 先把这个 闪光灯关掉 Slow Motion Slow Motion的一个打火机的片段 看一下 中间播放进 你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其他的功能 来看一下 选择一个最上面一个Motion Snapshot 来试一下这个功能 来看一下刚刚我拍的Motion Snapshot 来 播放一下 它会帮你拍一个小的像GIF动画一样的小的片段 然后你可以用来作为上传到网上作为头像啊 或者这签名照啊什么的 都还蛮不错的 就感觉有一点点Slow Motion的感觉 然后又有点像那种Movie的那种片段 所以感觉还挺不错的一个功能 好 总的来说 这款Nikon J1非常的实用 刚刚跟大家示范了一下它的Slow Motion 还有它的Snap Shot 就还挺不错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操作也挺方便 而且屏幕很大 3.0英寸的高清显示屏 然后它对焦速度也很快 我觉得还不错 用下来挺容易上手的 而且拍起来 就是它很多的自带功能 就感觉非常好用 然后它还有四个可替换的镜头 三种不同的颜色 共选择黑色白色和银色 所以说不光女生用很方便 男生用的话其实也还蛮有型的 而且最近都很流行这种微单 又轻巧又不像单粉那么重 然后它的功能又还都蛮不错 它的对焦速度也很快 反正我觉得还OK还挺好用的 如果让我买的话 会考虑啦 就比如说圣诞节 比如说你要送男朋友礼物啊什么的 送一款这个相机我觉得还是OK的 价格也合适 然后功能也很好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用这款相机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video的话 一定要记得 share我们的video还有like it 然后关注我们的Facebook和我们的网站 insertmag.ca 好了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要关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蒂娜在youtube上等你哦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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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